我的幸福心愿是 能够获得更多更大的 演出舞台和机会 你是希望能 更多地赚钱是吗 对 我想给我 我爸妈绣绣房子 然后带我爸妈旅旅游 现在给我妈 买一部新的手机 你这还挺多愿望的 有点贪 总之希望给爸妈妈 相对好一点的 但是我相信我自己能做得到 而且我知道你心里 有更大的心愿 就是赶紧把儿子接到心愿 接回来 对 好吧 跟着掉了半天眼泪了 请我们幸福办公团的成员们 怎样帮助你们 我是北京炫美医疗整形 集团的柳月西 我的公司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活动 找一些嘉宾 然后有一些演艺 所以说我们可以经常联系 然后说实话 刚才看你和妈妈 抱在一起哭的时候 我有点感动 因为怎么说都身为女人 都会有一些经历 然后也看到了 妈妈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真的很爱你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可以为你妈妈提供一部手机 刚才我听到啊 所以说呢 我可以为你完成这个心愿 也希望呢 你今后的美好生活早点到来 祝福你啊 我觉得今天这节目真的特别特别好 第一次上这个幸福来敲门 我觉得太适合你了 就像我刚才说过的话 希望你的下一段幸福 早点来敲你的门 祝福你 美丽的女孩 坚强的女孩 谢谢 谢谢 感谢你来到这个舞台 你的故事呢 可以给很多青春年少 这种单纯任性叛逆的女孩呢 给予了真实的警示 现在呢 你能够把你这个惨痛的经历啊 转化成你新生活的一个奠基石 以后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我们长村康达医院减肥基地呢 愿意助力你两千元 希望用于给你父母呢 修缮一下子这个住房 以后的生活呢 咱们就挺心抬头地去做 给自己的儿子做一个好的榜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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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节目组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一个惊喜啊 来 我们一起看看 节目组送给你的惊喜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打开幸福大门 大家好 我是歌手陈翰 同时也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我一直就是只听陈翰老师的歌在陕西 没有见过 没有机会见啊 我 激动的都话不会说了 我 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能在这个舞台上 这样一个舞台上 能够见到陈翰老师 陈翰老师你好 阿姨好 陈翰老师你好 这个也给军燕一点点祝福吧 你看他见到你这么激动 也给一些鼓励 刚才我听到他的故事很感动 我愿意为您提供一些更多的演出平台 当然你的业务也很重要 跟一些文化传媒 演艺公司或者是音乐经纪人 商业经纪人去分享 让你有更多演出的机会和更大的舞台 太好了 谢谢 谢谢